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 我们人类真的是从葫芦里走出来的吗 有说是大大的葫芦 有说是一个大大的山洞 不论葫芦还是山洞 那都是我们人类诞生的地方 是阿瓦人探索人类和万物的起源 我们称为丝纲礼 这些画就是那个时候画的 嗯 苍原的炎画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记录着这片土地上早期人类生活生产的样子 炎画里画着的是我们的先祖 是啊 是最勇敢 最勤劳的阿瓦人 你看 那幅图是反映人们狩猎的场景 还有这 是手持牛角号和拉弓射箭的人 对 还有远处 有人拿着棍棒和野兽搏击 崎岖不平的山路后面 还有埋伏着的猎手在隐功待发 真勇敢 叶娜也想去狩猎 去当女战士 去当英雄 英雄 苍原是片英雄的土地 英雄的土地总能孕育出英雄的人民 那是很多年前 英帝国主义妄图侵占班红班老的银矿 要知道 那是咱们瓦族部落共管的地区 班红王胡玉山在瓦山人民的支持下 近期召集十七个部落的首领 共聚班红 商量抗英保长的大势 团结十多个部落 组织武装进行反击 瓦山的村寨连连遭受敌军炮毁 可我们瓦山各族人民 急于坚决抵抗 烧我们的寨子 杀我们的人 抢我们的矿 这些外国毛子的鬼火真是狠啊 是火药枪和炮 要是给老子 老子一定把这些外国毛子打去见鬼 虽然我们只有刀鲁剑 但阿瓦山十七个部落的头人 是飙过牛 煞雪为猛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